我現在來到秋夜園的電視機了 他們在寫什麼號碼 看到的全部都賣完了 你必須要打卡進去 你才可以買到他的牛奶來喝 熟悉動漫的人 對於秋夜園一定不會生疏 日本宅文化二次元聖地秋夜園 至今依然是每個人必防的觀光聖地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小店都已經關門 二次元大地標建築倒閉 甚至招牌也被拆掉了 我們來看看經過了三年疫情 秋夜園變化有多大 我們來看秋夜園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你訂閱我的頻道了嗎 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按這個底下訂閱關注 並打開小鈴鐺喔 來到秋夜園 就去外面走一走吧 所以我要去電器街 話說我真的都很久沒有來到秋夜園這裡了 所以呢 今天男子要來到這裡的話呢 就一定要拍這個電器街給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回味一下 在我的右手邊這裡的話呢 就是Youtubashi 相信應該有很多遊客都會來到這裡 打卡進去逛逛的對不對 這裡還是一樣沒變喔 解開了很多家店 哇 整排都是扭蛋機耶 以前都沒有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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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就是Final Fantasy咖啡館的話呢 需要一夜的 哇 好帥 各位 我現在來到秋夜園電器街了 我真的實在太久沒來這裡朝聖 那麼一觸到這街區 秋夜園電器街變化實在是太大了 尤其是這一個日本所有著名遊戲公司SEGA 年初時呢全面推出了日本街機遊戲機中心的市場 那麼SEGA旗下位於日本全國的商店 改名為G9 所以呢 我到了現場習慣叫他這座紅色建築為SEGA 如今所有秋夜園的號館呢 都掛上了G9號館的牌了 一直以來 性眼球SEGA應該成了很多人美好儀了吧 要往前走 右手邊這裡的話呢 就是成人用品店了 對 我就不去那裡囉 喔 我看到很多人在這邊拍照 這是什麼漫畫啊 各位 這幾天呢雖然沒有外國觀光客 但是這大白天看到了現場幾乎都是人呀 完全不受到任何的影響 我要去的是這一棟黃色左手邊的 RADIO會館 SEGAI NO RADIO開館 我要去找一些動漫漫畫 然後還有一些模型的中古品 對 我人是第一次進來這間店 是為了要 慢慢看一些東西 幫忙帶貨 對 在動作 喔 那個照片好美喔 你看 好美觀 我要去哪一層咧 你有來過嗎 沒有來過 好像上街了 所以我到了 哇 我人家店舖 我想要找偷文字兵 對 天啊 各位 全部都好可愛啊 模型 喔 鬼滅 哇 七龍珠 這個是海盜啊 我看到這一班的男生 他們在寫什麼號碼 這個好美喔 欸 那時候船4200塊 哇 這邊的收藏品好美啊 哇 這邊全部都是賣 那是 手飯 喔 手飯 哇 全部飆上價錢了 感覺到鬼滅有趣喔 我覺得喔 真的是很喜歡這些模型 或者是想要買這些手飯 中古品的話 然後來到這裡 就真的是必須要逛 三四個小時以上 啊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終於適合我的了 扭蛋機 這是什麼 哇 整排都是扭蛋機耶 超爽的 有沒有 哇 拿了 有雙家家家的雜誌 這個很美喔 這個很美喔 嗯 哇 看中的東西簡直就是 這個很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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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個 這個賣完了 這個好美喔 看中的東西簡直就是 這個很美喔 嗯 哇 我看到的全部都賣完了 哇 它的裙子好美喔 這個 很想有價的裙子 哇 全部展示品好美喔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 距離秋葉延站不遠處的女某街喔 現在的秋葉延喔 只要你走在街頭 多位萌妹子呢 就會站在街上拉克 向你撲滅而來招手 站在道路兩旁內喔 發傳蛋巴克 前提是疫情前喔 有一段時間 你撲咖啡廳面臨倒閉的危機 那麼眼中看到的 曾經二次元的聖地 如今卻成了宰客之地了 就是想要帶你去店裡消費這樣子 曾經可愛的女某小姐姐 萌妹子突然化為了宰客打人 每個集民都站著了一排性感女婆 或者是Cost服的萌妹子的誇張景象 見到男性過來呢 就會向他們介紹自己的工作 主題咖啡館喔 重點是我還看了很多 穿著鏡子拉克背心的警察 在這裡站崗 看來以前疫情期間 都發生了不少事喔 這就是最近秋葉延街道的景象了 有時候我會來這間的藥妝店買這個藥妝品 有的退稅的話 當然來這間的話是蠻不錯的 前的這間的藥妝店的話呢 還有賣這個 間接過家家的多邊產品 進到店門的話 就會看到全部都是這些模型的 不只還有賣藥妝品之外 還有賣那些模型 中空 哇好帥喔 週末實在是太多人了 確實 益宅聖地的秋葉延變化實在是太多了 但是如今秋葉延似乎已恢復 往日榮景的情景了 等到疫情過後 你們再到秋葉延 究竟會看到什麼樣的景象呢 哇 這樣多人 我剛來的時候還沒有排這麼長 現在下午了 越排越長 各位 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秋葉延站了 過呢 我要來介紹一下大家一個好康 這個好康呢 是只要你有經過這個秋葉延車站 JR站一定要打卡進去JR月台站上面 然後你才可以享有這個 非常好喝的這個牛奶 這個牛奶站的話呢 是只有在這個秋葉延JR站的 第五跟第六號線那邊 對還有兩家這個牛奶站 都非常的有名 他有趣的一點就是你必須要打卡進去 你才可以買到他的牛奶來喝 打卡入站 對我們現在要往這個五號六號的 壽布賴那邊走 好 各位我要去六號月台的這個牛奶站 對 其實五號六號兩個都有這個牛奶站 那個店名不一樣而已 不管賣的這些牛奶的話都是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呢 只早會變成一個網紅打卡升級了 看到每次很多人就是下了這個秋葉延車站的時候 看到他們呢就是會過去買那種幾瓶牛奶 然後呢就站在那個地鐵站那邊喝 感覺蠻有趣的 平常的話就會看到有這種小型便利商店啊這樣子 啊對就在這裡 六號月台的是在這裡 對你沒有看錯啊 這樣有特色的店面呢 就是開在了要刷卡才能夠進去的這個月台喔 賣了超多款的日本在地產弄物 他店名就是專賣那種乳製品的 你看喔他的冰櫃裡喔 真正齊齊都排滿這個健康的牛奶 還有賣這種超過20多種的乳製飲料喔 所以都是日本各地乳製品所送來的低溫煞菌的鮮奶 他不只鮮奶之外 他還有加濃的奶啊 水果牛奶啊 優格乳啊 咖啡牛奶啊 還有親自的 然後這個包裝的話呢 就很有紹和感的感覺 是不是 零四度上去 這些我都有喝過了 非坨牛肉超好喝的 各位推薦大家 老闆推薦的非坨牛肉 這個我有喝過 這個我在超市有買過 這個是本日最推薦的 63度牛肉 這個好像滿不錯的耶 這兩個是限定 而且已經售賣完了 因為出來日本嘛 我們在超市的話都是買那種大便 然後你會很少看到有這種玻璃罐裝 他這邊的特殊是賣的全都是玻璃罐裝的 這個牛奶 我要買這個一瓶 然後這個63度的一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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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的 最近是63度的 這一個63度的牛肉 這個是本日最推薦的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我之前有買過 所以我覺得不錯 杏州牛肉 味道很香 真的很濃耶 那個牛奶 超濃郁的那個牛乳香味 奶味特別的香 口感純厚 美味甘甜 看起來這麼小小的一個牛奶讚 其實他滿有名的 你必須在這邊車站買的這個牛奶 在這邊當場喝完 然後把這個玻璃罐裝回收給他們 不但我想說要買多一點回家 然後回家慢慢喝 等到我老闆娘收不起 這個很香 這個味道就有點像我們領長的牛奶 我們在家買的那個杏州牛乳 差不多一樣的 那這裡呢不只有賣牛奶之外呢 他還有賣一些麵包 很適合給那種非常匆忙 上下電車的那些上班族 所以如果來不及吃早餐的話 他們可不可以直接在這裡先吃早餐 然後喝一杯牛奶這樣子 而且他們這一家牛奶蛋 那個開店 他們非常悠久的一個 有歷史性的一個紹興店鋪 所以呢 每個人就是一經過秋葉眼車站的話呢 都對這一間的牛奶蛋都不陌生 剛開始有點不太適應 可是喝酒了過後 你會覺得它有點好像加了那個豆乳的味道 就是很濃郁就對了 我覺得很好的 我是一個超喜歡的牛奶人 各位已經抽完牛奶了 現在要把這個玻璃品裝回收 又是一個很美好的一天 抽完牛奶了 現在呢要搭電車去下一站了 大家覺得是不是很有趣呢 記得這一家店咯 如果大家有撒卡進到來這個秋葉原的月台的話 就上到來這個五號跟六號月台就對了 ��牌 也不是太多了 對 好 各位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啦 喜歡我這個系列的影片的朋友們 不用忘了在這個底下 記得按個訂閱關注並打開小鈴鐺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很快在一起的影片再見囉 掰掰